哈喽,大家好! 给你们看个不一样的Windows系统,Windows X Lite,一款超实用的第三方定制版。 它没有弹窗广告,后台干净,运行丝滑到离谱,内存占用仅一点几个G, 双核CPU也能流畅打开软件,切换窗口,轻度半功,追剧完全不卡顿。 核心亮点是在保留Windows核心功能和兼容性的前提下, 剔除了预装软件,强制广告,用于服务等无用内容,把系统受到极致。 安装包仅一到3GB,比原版省一半存储,对硬件要求极低, 无需TPM芯片和安全启动,老电脑,低配机都能复活。 而且无捆绑,无悦意插件,安全性拉满,日常办公,影音娱乐, 轻度设计都够用,笔记本用着还更省电。 想知道新手也能搞定的安装方法吗? 今天这个视频就手把手教大家,跟着操作准没错。 大家好,我这个Windows系统就是一个Windows 11的第三方定制版, 它叫Windows X Lite。 那大家看我这个系统里边感觉非常的简洁, 想象速度也比较快,里边装的东西也非常少, 当然这装什么东西你也可以自己定制。 那我们看一下它占用的内存,占用的内存只有1.5G, 我这是在一个虚拟机里边安装运行的, 分配了4G内存,实际它只使用了1.5G。 我这个虚拟机分配给它的虚拟处理器是两核的, 也就是你在你的老旧机器上也可以安装, 而且它可以跳过TPM和这个Secure Boot, 就是安全启动这两个检测。 因为大家知道Windows 11对系统的安全要求比较高, 你安装这个版本就可以跳过这个检测。 那除此之外,这个系统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关于Windows自动更新这个功能。 我们点击设置,点击左边Windows更新, 你看右边这个Windows更新已经暂停了, 直到3000年7月11日为止。 也就是说在你使用这个系统功能当中, 几乎不会自动更新的。 当然你可以点击继续更新来更新这个Windows系统。 当然这个是有利有弊的,大家自己选择。 那这个视频我就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如何安装这个版本。 那开始安装之前, 第一步我们需要下载这个Windows X Lite这个定制版的S文件。 我就在这个X Lite这个系统里边给大家演示, 让大家看看它的云象效率。 那首先我们打开Edge浏览器, 搜索Windows X Lite, 这个就是它的网站windowsxlite.com, 点击一下, 在这点击这个Downloads这个链接, 我们选择这个Windows 11 Builds, 然后下边有一些选择Windows 11, RH2,RH3H,RH4H,RH4H,RH5H2。 我们安装最新的RH5H2 Builds, 下边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Optimum 11,RH5H2 Home版, 一个是Pro版, 那我们选择Home版, 我们也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VR, 一个是V1, 那我们选择VR, 这都是最新的, 下边是对这个Build的一些说明, 比如说它是基于Windows 11,RH2 Home版的, 这是具体编号, 这个版本具体编号, 它的ISO文件的大小, 3GB, 安装完了5.3GB, Optional Windows Defender, 就是Windows防火墙是可选的, 你可以选择安装, 也可以选择不安装, 如果你不安装Windows防火墙, 你可以后边再安装一个自己喜欢的防火墙, 或者沙子软件, 这个版本把自动更新暂停到3000年, 它还有一些特点, 比如说, 就是你恢复更新之后, 你还可以再暂停这个自动更新10年, 并且它没有预安装太多的Windows软件和浏览器, 但是微软商店的安装程序和这个Edge, Firefox, Google Chrome安装程序是包含在这个镜像里边的, 然后在这个网页的最下端, 点击这个Download Link这个链接, 它就会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那在这个网页里边点击这个Download按钮, 它就开始下载这个ISO文件了, 这个文件就是我们下载好的Windows X Lite这个压缩包, 我们就键单击, 点击全部击压缩, 点击提取, 我们再打开这个文件夹, 这个ISO文件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Windows X Lite这镜像文件,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Wordbox里边来安装这个Windows X Lite, 这个版本的Windows, 我们打开Oracle Waterbox管理器, 点击新件, 给它起一个名字, 比如叫Windows X Lite Home 25HR, 选一下你这个虚拟机要放在哪个文件夹下, 选择一下刚才我们下载的那个ISO文件, 这个文件, 下面去掉这个复权框, 然后点击Serviceify VirtualBox Hardware, 设置一下这个VirtualBox的硬件配置, 那内存4个G, CPU两核, 别的就不用管了, 这个也去掉, 点击完成, 现在我们点击启动, 它就启动了这个虚拟机, 大家看到这个界面就是Windows X Lite这个盯制版的界面, 再等一会儿, 找一个选择, 你看上边选择的是, Defender Off, 也就是不安装Windows防火墙, 下边Defender On, 就是安装Windows Defender, Windows防火墙, 那它推荐是选择这个Defender On的这个版本,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第一个Defender Off, 这个会更快速, 更便捷, 但是建议你如果选择这个安装好之后, 安装一下自己比较喜欢的, 会比较常用的防火全软件和防命组软件, 那我就选择Defender On, 这样就直接把这个Windows防火墙这个功能也给它启动了, 点击Next, 后边就跟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是几乎一样的, 但它比这个实际安装那个Windows官方的那个版本要速度快一些, 因为它相对来讲文件少一些, 启动的功能也少一些, 那在安装过程当中, 电脑会重启两次, 现在已经重启了, 重启之后, 它就直接以管理员的身份登陆进了这个系统, 那我们把这个窗口调整到最大化, 那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进来之后我们点击Setting, 它现在都是英文的, 那如果你要想把它改成中文,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Time on the Language, 然后点击这个Language on the Region, Add Language, 添加一个语言, 比如说简体中文, 就可以点击Next, 这些选择好, 点击Install, 那它就会把这个中文语言包安装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Windows Update, 它也是推迟到300007月11日的, 这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它占的资源, 内存1.5G, 这个CPU就是两核了, 也没有问题, 那但是这个系统里现在没有浏览器, 那它有这么一个图标, Extrose加Info, 我们双击一下, 那它这里边会提供一些安装程序, 比如说WireBroad Installer, 就是浏览器的那种程序, 有Edge的, 有Chrome, 有Firefox, 假如说我想按Edge, 双击这个Edge Installer, 它就要安装这个Microsoft Edge浏览器, 那也就是说这个版本的系统, 它实际上把很多Windows预装的软件, 都没有装, 所以它占用的内存空间都非常小, 所以运行速度也非常快, 那你需要安装的时候, 你再装就可以了, 那我们刚才选择是Defender已经安装好的, 所以我们点击开始搜一下Defender, 方向已经安装好了这个, 点一下看看, 好, 这都有的, 没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系统的版本, 点击设置, 点击System, 右边最底有一个About, 点击一下, 你看这个系统的版本在这, Windows 11 25H2, 对吧,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安装好的这个Edge浏览器, 跟你在平时的Windows上用的是一样的, 现在就可以使用这个Edge浏览器来浏览网络了, 那它这个缺程也是没有安装这个微软应用商店, 那这也有一个Microsoft Store Installer, 你要想安装, 你只需要装机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安装程序, 点击Install, 它就可以安装这个微软的应用商店, 好, 这个微软应用商店也安装好了, 那这个系统, 我们看看点击设置, 它也是需要激活的, 需要点击激活, 激活之后才能够正常的使用, 但是因为它这是定制版本, 所以说它可能缺少微软的技术支持, 但是对于我们平时, 如果你说你就用这个电脑上个网, 看个影视剧, 办个工, 应该问题不大, 你可以自己用用自己体验一下, 如果你的机器比较老, 就装这个版本比较好, 那我建议大家先在虚拟机里边安装, 用一用, 你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问题, 你再把它安装到物理机上, 因为它占的内存非常小, 这样的用盘也不大, 所以在虚拟机里安装跑起来也挺快的, 最后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欢迎您在评论区里留言, 如果您觉得有所收获, 请一键三连,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